我夏侯没错 就算这屈辱的审判 我硬下来了 你 还有你们 还有整个的天下 没有任何人 可以 夏侯持见上朝堂 虽是要辞官谢家 可心底里却毫不臣服 自己守护着唐国疆土数十年 荣马一生 军功卓著 如今却只因书院大先生一句话 就要辞官归老 甚至还要下满书院的十三先生低头认错 我夏侯没错 林光远 该死 这也是夫子的意思 错了便是错了 事情总要有个两端 夏侯闻言心中生怒 自己不过是听从光明大神官劝言 说那冥王之子现身于林光远将军府 为方永夜将至 天下生灵涂炭 递举将林将军府满门超进 只为换取盛世太平 如今事情已过十五载 为了一个矛头小子就要将此事翻案 堂堂的镇北大将军就要谢家归天 你去问问我边境上的十万儿郎 他们答应不答应 就看夏侯拔剑指指唐王 眼角余光却瞥见藏在暗处的妹妹夏天 当下心中一叹 扔掉了手中长剑 转身挥袍大喝一声 夏侯归了 只不过夏侯还未走出这宫门 那十三先生便手持一柄大黑伞迎面而来 既然陛下无法为林将军仪式翻案 那就让我宁缺来 我要你认罪 但我知道除非打败 否则没有可能 你有机会吗 这唐伯律法明定 即便你是书院夫子门生 也依旧无法杀死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 宁缺自是知晓此律 苟活世间十六载 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毅力 就只是为了这一刻 我们只有一条路 生死决斗 就看宁缺拔出手中短刃 朝着左手便划拉了去 这是浩天的法则 歌掌决斗 生死误论 一抹烟红落于战书 正面决斗 这是最好的选择了 因为我杀了你 不用负任何责任 就看夏侯嘴角一笑 想那蝼蚁烟能斗过苍蝇 挥手拔出那一柳长刀 划破手掌 欣然应战 三日之后 城外燕鸣湖 一决生死 可宁缺此刻 毕竟只是动旋境界 面对五道巅峰的夏侯 几乎是毫无胜算 只好来到书院后山 让这二位师兄 替自己研制一种绝密武器 就看宁缺朝湖中 扔出一枚铁球般的铁球 只听闻轰隆一声 整个空间仿佛被撕裂 一股无法形容的 巨大冲击波向四面八方蔓延 宁缺自是心细 由此力气加持 何愁破不开下侯那名光甲 劳烦二位师兄 自保改制一些 火福加铁罐 当今绝无仅有啊 随后又找到七师姐慕佑 这精通阵法的大方家 当然是要助自己一臂之力 就看着燕鸣湖上水柱冲天而起 一道不可抗拒的符文之力 被七师姐融于其中 片刻之间 这燕鸣湖的四周 便已是布置了一道绝杀大阵 可饶是如此 依旧是远远不够 强者之间的战斗 一切的花里胡哨 不过是锦上贴花 你别忘了对我的球呐 在这良辰美景下 我们打伤一架 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叶红鱼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宁缺 可不知为何 此刻心中竟也生起了那一丝担忧 而此刻自己能做的 便是晋级所能提升宁缺的实力 叶红鱼将下侯的招式露数都告诉了宁缺 还传授其一套西灵剑法 虽然招式频繁朴素 却是西灵神殿专为克制魔踪而射击 而宁缺自然不负所望 片刻功夫 便已是将这剑术融会贯通 还顺手摘下了叶红鱼耳边的挂坠 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你很无耻 但在修行方面 你的确有些天赋 决战在即 无论如何 活着回来 因为你的命 得让我叶红鱼来取